不要拖 受傷的男子躺在單架上 頭部包著厚厚的紗布 被從KTV送了出來 怎麼樣也沒想到 原本只是唱歌慶聲 卻遭人闖入痛 一堆衝出來 以為 沒有 都是小朋友 以為不知道什麼事情 然後來了之後 就拿酒瓶砸亂砸 回憶是吧當時 大家歡唱到一半 卻遭到多人闖入 隨即就是一陣亂砸 最起碼300個 最起碼 台北市沒有政府 通過KTV監視畫面 就可以看到這群姿勢青少年 陸續抵達後 就往三樓移動 並且在包廂外集結 這30名青少年 隨即來到一樓的118總統包廂 裡頭還有20多人開發狂歡 就衝進去打人 造成五個人受傷送醫 大概有五個人 大部分是頭部的撕裂山 目前都沒有生命之餘 案發之後 包廂外所有人不斷奔逃 還有人用手捂著頭 面路痛苦 而動手的一方打完人 就逃出KTV 分別搭乘自家車 以及計程車離開 警方獲報之後 立即調派30人到場了解 不過還是晚了一步 我們初步掌握到目前 大概相關人等 大概有12名 那七機車部分有七部 根據調查 這個總統包廂可不好定 五個小時就要價2萬5000元 而且包廂外觀非常低調 就算在一樓大廳旁 還是顯為人知 當時是一家外商公司員工 為了幫同事過生日 才大手筆包下包廂歡唱 不過發生鬥毆事件 被害人表示不認識對方 警方正在積極追棄 動手嫌犯 釐清發生糾紛的真正原因 記者李嘉明 陳嘉明 台北報導